中国古代自从有了后葬之风就有了盗墓 有盗墓就有反盗墓 一些贵族大臣的墓都会有防盗措施 更何况帝王的陵墓呢 帝陵作为当时的国家一号工程 汇集了最优秀的能工巧匠 又陪葬了那么多的宝贝 防盗措施自然是工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环 那么汉阳陵用了哪些措施来防盗呢 自古以来盗墓与反盗墓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较量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 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汉景帝的地下皇朝第十六集 地灵防盗系统 这是一座历史二十八年建造完成的帝王陵墓 它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汉景帝刘起的地下王朝 两千多年后 令人惊叹的地下陶俑军团 庞大的陶宿动物群等陪葬品重现世间 他们究竟带有哪些历史信息 陵墓中的一切是否就是汉景帝地上生活的真实写照 汉景帝同志时期是西汉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作为当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缩影 这个神秘的地下王朝 能否为我们了解西汉初期的政治制度 公平理俗 以及法律规范 打开另一扇窗口呢 杨林考古队队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仁 以考古发现为您再现一段鲜活的西汉历史 系列节目汉景帝的地下王朝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讲 我们讲了汉景帝杨林和其他西汉帝林 在历史上遭遇的几次大规模的盗决 当时是陵园狼迹损失惨重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难道耗费巨大的人力物理建造的帝王陵墓 没有防盗措施吗 当然有 那么汉代都有哪些防盗措施呢 我们首先来看汉阳林 当然了汉阳林皇帝皇后的竹墓史还没有被发掘 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做一个推测 我们在对汉阳林进行考古勘探的时候 发现它的风土都经过夯打 密实坚固 但是有一个发现让我们有了点想法 就是这个夯土里边有沙子 而且周围土壤的含沙量非常的大 这又是为什么 当时我们就想了 这会不会和古代陵墓的一种防盗措施 木旷击沙有关 汉书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汉昭帝是汉武帝最小的儿子 他八岁继位 当了十二年的皇帝 二十岁的时候突然报病失望 因为他突然去世 所以他的陵墓的营建工作 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为了加快他的这个地陵的工程 大思农田延年呢 就亲自组织牛车三万辆 搞了这么多牛车干什么呢 给陵上运送沙子 三万辆牛车往陵上送沙子 那得是多大的量 这么多的沙子用来做什么呢 搅拌混凝驼 那时候没水泥啊 西汉的时候 加固的办法就是夯土啊 夯土呢 其实是用铁夯或者石夯 将黄土砸湿而成的 即便这个夯土里边掺杂一个沙子 用量也不会那么大呀 那么这么多的沙子 是做什么用的呢 防盗 这种防盗手段 是最令盗墓者头疼的 也是比较有效的一种防盗措施 西汉时期的大型墓葬 基本上都是树穴土坑墓 就是由地面向下挖一个很深的方坑 然后呢 在这个坑底啊 修建墓室 经过考古勘探发现 西汉地灵就是这种树穴土坑墓 西汉地灵的墓室呢 应当采用的是黄肠提凑 就是用特制的摆木芯垒起来的墓室 当时把墓室修成以后啊 要在外边抹一层很厚的白高泥密封 然后呢 再在周围放上很厚的一层木炭防潮 木炭的外边啊 要堆积大量的沙子 这就可以防盗了 那么沙子是怎么防盗的 我们很多人小的时候啊 都玩过沙子 知道这个沙子很松散 流动性非常的强 当这个盗墓贼 挖到墓室外围的沙层的时候啊 这些沙子就像流水一样 源源不断的涌过来 将盗洞填埋 弄不好啊 盗墓贼就会被活埋在沙子里面 永远也别想出来 1950年 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徽县 顾维村 发掘战国中期的一座魏王陵墓室 就发现啊 这个墓室周围啊 填充的沙子 多达1000立方米以上 汉昭帝的陵 比这座魏王陵应该规模大得多 所以他所需用的沙子 也应该更多 这也就是大司农 组织三万辆牛车 往陵上赶运沙子的原因了 皇帝木荒里边堆积大量的沙子 然后再回田黄土 并且夯打结实 这么大的空间 这么大体积的沙子 防盗效果当然好 几沙木这种防盗措施 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 因为有史料记载 所以汉昭帝的陵墓 使用了这种防盗措施 应该是能够肯定的 而这也就可以解释 我们为什么在汉井地陵的夯图里边 发现了大量的沙子 显然 汉井地陵 也可能采用了流沙防盗的措施 根据考古工作的发现 汉阳陵很有可能使用了击沙防盗 那么除此之外 汉阳陵还有可能使用哪些防盗措施呢 其实在西汉地陵藏制中 皇帝使用的最高等级的墓葬形式 皇长提凑 本身就有很强的防盗功能 它也被称为汉墓的防盗门 那么皇长提凑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它又如何来防盗呢 因为皇长提凑啊 用的是摆木心 就跟人的肠子一样 都在中间 这个摆木心呢 它的木色呢微微泛黄 所以叫皇长木 提呢指的是头 凑是堆在一起的意思 北京大宝台汉墓发现的皇长提凑啊 一共用了大约一万五千多根木头 这些木头都是方形的木杠 边长十厘米 长度呢是九十厘米 用这些木杠子横着雷起来 就形成了木墙 根据需要 用这个木墙分割组合 就形成了一座大型的墓石 这在当时啊 是最高等级的墓葬形式 专攻皇帝 皇后 诸侯王使用 其他的贵族大臣 只有皇帝特赐才能用 所以我们讲 西汉地灵的墓石啊 很可能就是这种形式 摆木呢 本身就是一种墓制非常致密的树 摆木心那就更结实 再加上万根将近一米的木头 横着雷起成木墙 那简直就是一道铜墙铁壁 你可别小看这些木头啊 它的坚固程度啊 真是让人难以想象 有媒体就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件事 说是有一会盗墓贼啊 听说长沙附近的一座汉墓里边 陪葬了一吨黄金 他们经过周密的谋划 在2013年元月的一天晚上 开始行动了 可是等挖到墓底的时候 发现这是一座黄肠提凑的墓石 他们又是刀劈 又是俯砍的折腾了半天 怎么着也打不开这个墓石 后来他们就想用炸药炸开这个墓石 这个盗墓贼运来炸药引爆之后 到跟前一看 居然没炸开 这帮家伙他不甘心呢 他又弄来了更多的炸药 石石爆破 一直折腾了大半夜 费尽九用二虎之力 可是他黄肠提凑啊 愣是没炸开啊 这白折腾了不说 爆炸声还引来了警察呀 这帮倒霉蛋啊 是一个不胜 全部落网了 看来呀 这黄肠提凑还真是结实 他的防盗性能啊 还真是不能低估 根据相关的资料 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 汉井地的主灵 至少采取了木矿击杀 和黄肠提凑 这两种防盗措施 千百年来 盗墓与反盗墓一直在较量 盗墓手段层出不穷 防盗措施更是五花八门 那么古人为了防盗 都想出了哪些招数呢 这些防盗措施 汉阳陵和其他西汉地陵 是否使用 防盗效果又如何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马永盈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汉井地的地下防潮 第十六集 地零防盗系统 我们来看招数一 遗种防盗 古人防范盗墓的一个措施 就是将墓葬隐藏起来 让你找不着 也就谈不上盗挖了 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设立遗种或者假墓 历史上 最有名的就是传说中的 曹操七十二遗嘱 曹操为了筹索军费 曾经在军中设立发丘中廊将 摸金校尉 公开盗墓 这个墓盗得多了 他当然担心自己的墓 也会给人刨了 于是呢 他就给自己修了七十二座墓葬 出殡的那天 同时台湾也埋 让人难辨真假 搞不清楚最终他埋在了哪 当然了 这只是一个传说 2009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在安阳市安丰乡 发掘了一座东汉时期的大墓 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 最终确认 这就是曹操墓 但是社会上仍然有很多人 对这个发现提出质疑 可见这个遗种的传说影响之大 这是曹操设置遗种防盗 还有用假墓防盗 南北朝的时候 后赵皇帝石虎死后 葬在显渊陵 与这个后赵对立的前燕皇帝 慕容俊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石虎咬他的肩膀 他一怒之下 命人挖开了显渊陵 想鞭尸泄愤 可是这个墓屑中 却没有找到石虎的尸体 他不甘心 又高额悬场寻找线索 果然有人告密 说是石虎 其实葬在东明关下 显然石虎想以设立假墓的办法 保护自己的陵物 但最后却还是泄了密 给仇人 刨了 那么汉景帝有没有采用遗种 或者假墓的办法来防盗 没有 史记就记载 说汉景帝五年三月坐杨陵 就说他开始修建杨陵了 汉书又明确讲 说汉景帝于后三年正月 崩于魏阳宫 二月葬杨陵 这就说汉景帝就修了一座陵墓 杨陵 他死了之后呢 也直接埋到了杨陵 没有其他的遗嘱或者假墓 公元前141年 汉景帝死后就葬在杨陵 在两千多年的岁月变换中 高大的风土反倒成了盗墓者的路标 这里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盗墓 这些外藏坑上的一个个盗洞 也见证了他遭遇的盗解 那么除了极有可能的击杀防盗外 汉阳陵还有没有其他防盗措施 来保证汉景帝身后不被打扰呢 在杨陵附近呢 就一座墓葬采用了一种更为巧妙的办法来防盗 那么这是谁的墓呢 这座墓啊 是武则天时期的秋冠尚书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司法部长 李毁的墓葬 在汉阳陵东南大约四公里的渭河北岸 用位置偏僻 曾被多次盗绝 我们杨陵考古队啊 按照上级的指示 就对这座堂墓呢 进行了抢救发授 这座墓 表面上看 与一般的堂墓的结构 没什么区别 但是秘密啊 就在他西侧的一个不起眼的壁龛中 一般大型堂墓 都会在墓道的两边 修建数量不一的壁龛 放置陶涌或者生活器 我们在发掘李毁墓的时候 就觉得很奇怪 一般的壁龛呢 也就是一米多深 可是这个壁龛 挖了二十多米还不到头啊 我们乃着性 坚持了二十多天 挖到了大约二十七米深的地方 结果赫然出现了一座密室 里边放置了牧主人的石果 还有一百多件的三彩蛹啊 这是目前发现的 实在最早的三彩蛹 仅一级文物就有三十多件 可谓价值连城啊 李毁墓呢 是一个成功的防盗范例 他通过在旁边设置密室 确保了在主墓室多次被盗掘破坏的情况下 牧主人的官果安然无恙 那么汉景帝杨陵会不会也在地下另外修建了密室呢 因为没有经过考古发掘 我们还无法确定 杨陵师傅也采取了这种防盗措施 不过我们在考古工作中 已经发现了西汉地灵防盗的一些玄机 与这个另修密室的办法有点相仿 因为保密的需要啊 我不便说的太具体 这是其他西汉地灵的防盗措施 汉景帝杨陵根据我们的考古勘探成果 倒是没有采用这种防盗 那么还有哪些防盗的招数 是他可能采用的呢 我把墓室修得很坚固 盗墓贼你即便找到了墓 也钻不动打不透 你没办法进入墓室 也就别想盗走里边的东西了 历史上使用加固墓室的办法 防盗墓最为成功的范例 是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前领 旧堂书就记载 说是乾陵玄阙 其门以石必塞 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 说这个乾陵墓室的门呢 是用石料填塞的 石料的缝隙呢 还灌上铁枝 把它们浇筑成一整块来加固防盗 1958年 当地农民在山上采石的时候 勿将乾陵的墓道炸出了一个口子 考古工作者呢 闻讯以后啊 就迅速赶到现场 被周边进行了清理勘查 结果就发现 乾陵的墓道全部是用石条层层扣叠 达39层数千块石条 这些石条呢 还用燕尾形的铁细腰固定相连 缝隙之间灌于铁质 使其融为一体 形成一道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 那么杨陵会不会采用石材修筑墓室的办法来防盗呢 我们前面讲了 汉井蔚陵的墓室啊 应该是皇上提凑 就是用特制的摆木芯 里气起来的墓室 也非常坚固 因此啊 他可能没有使用石材构筑墓室 除了石材修筑墓室之外 还有一种更灵巧的防盗技术 那就是设置顶门器 当然设有顶门器的墓葬啊 首先墓门是必须足够坚固 比如石门 顶门器的原理啊 是当墓门由内向外关闭以后 顶门器呢 从里边自动将门顶死 外面呢 无法开门 河北满城汉墓 是汉景帝的儿子 中山晋王刘胜的墓葬 这座墓里边呢 就使用了顶门器 杨岭的墓室里边会不会也使用顶门器呢 使用顶门器啊 前提是这个墓门首先得兼顾 一般石门用的比较多 可是问题是我们上边讲的 汉景帝的墓室很可能是皇城提凑 周围都是木头雷起来的 木门呢 应该不会用石门 因此啊 这个顶门器的作用就不像石门那么管用了 所以我们推测 汉阳林用顶门器的可能性也不大 看下呢 他不是一个单纯地理民运 他实际上是一个整个汉代社会全面的写照 他完整的把西汉中央集权的这个体制 变成一条一条的外藏坑 通过这个反映当时西汉整体的政治结构 文景时期的这个制度啊 应该是创造文景之治 或者创造汉代盛世的一个基础 汉景帝应当说对文景之治的贡献呢 依然是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 今天我们在回望这个文景之治 需要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 汉阳林是一个标本 是研究理议制度的一个标本 社会结构 公平生活 社会发展的水平都展示出 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结合起来 重新认识汉代社会 无论是采用击杀防盗 还是使用密室防盗 都是墓室的外部防御措施 那么墓室里边是否会设有重重机关呢 虽然汉景帝灵的主灵没有发觉 我们难以了解阳陵内部确切的防盗措施 但史书记载了汉武帝的茂陵和其他西汉地灵的防盗方法 这些方法汉阳陵都有可能使用 那么这些地灵在墓室里面设置了哪些防盗机关呢 历史上西汉地灵几经浩劫 真正有效的防盗措施又是什么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 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汉景帝的地下防潮 第十六集 地灵防盗系统 汉景帝阳陵里边 史书没有记载设置了什么防盗机关 可是却记载了汉景帝的儿子 汉武帝的陵墓里边的情况 汉旧仪里边就记载说 茂陵里边设有夜龙 墨爷剑 俯弩 俯火等等的防盗刺势 夜龙和墨爷剑指的是在墓中设置的利剑 一般利剑应该是连接一个自动装置 如果盗墓贼触动机关 则利剑自动挥舞斩杀盗贼 俯弩其实是一个可以自动发射利剑的机械装置 他的原理是将弓弩安装在墓门或者其他盗墓贼必经之地的两边 将弓打开 搭上一道竖直毒箭 然后将这些张弓待发的弓弩通过机关连接起来 并且设置有自动连伐装置 一旦有人触碰 就会自动发射毒箭 射杀闯入者 那么什么是俯火呢 羽扬杂组记载说 盗墓贼盗发白毛肿 穿这火起是飞燕赫然 盗被烧死得非俯火火 这会盗墓贼盗掘一座古墓 打开墓室以后啊 突然就窜出了火苗 甚至烈焰熊熊啊 有的盗墓贼呢 躲避不及被当场烧死 西汉末年的时候 王莽专权 他为了报复曾经打压过他的汉埃帝 他就下令降低规格 改葬死亡多年的汉埃帝母亲丁姬 当挖开丁姬墓的时候 火从藏中处 烧杀历势数百人 丁姬的墓室里边突然就起火了 腾起素让高 烧死了挖墓的官吏和士卒几百人 可见这个俯火也挺厉害 俯火可能有专门设置的 就像汉武帝的茂里 可是呢 大多数的情况下 其实这是自然形成的 古代盛行厚葬 这个墓里边啊 放置了大量的陪葬品 其中就有食物 衣物 西木器等等的这些有机物 这些有机物啊 在腐朽分解的过程中啊 就产生了大量有毒或者可燃的气体 如果牧师的棺果保存的比较好 环境密闭 就会将这些气体啊 积聚起来 达到一定浓度以后啊 如果遇到明火 当然就很容易爆燃了 除了这些机关呢 汉代还有释放毒气防盗的 我们上一集讲过啊 汉景帝的不孝子孙 广川王刘去 为了寻求刺激 盗墓玩 他盗墓的时候啊 就遇到过毒气 《西京杂技》记载说 刘去带人挖开战国时期 未哀亡的陵墓的时候啊 有黄气如雾 处人鼻目 劫心苦 不可入 就说这个墓里边啊 有黄色的毒气 像雾一样弥漫而出 让人的鼻子眼睛 感觉到非常的苦辣难受 根本没办法进到墓里边 西汉末年 王莽派人 绝毁汉哀帝的祖母 傅太后的灵墓 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形 东汉的学者 王冲的《论横》里边 就记载说 发官时臭冲于天 洛阳城邻官 闻臭而死 这个傅太后的棺材啊 一打开 一股恶臭是冲向天际 来京城办事的洛阳城 到跟前看热闹 居然被熏死了 这臭的可是够呛 其实啊 这种毒气与俯火一样 也未必是有意为之的 可能也是因为墓里边 陪葬的有机物 腐朽分解以后形成的 这些盗墓贼 为什么干冒危险 千方百计的 要钻到古墓里边去 这墓里边啊 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古人也讲 风财后葬 遗气艰辛 后葬是诱发盗墓的主要原因 尽管古人想出了各种各样的防盗的招数 但是盗高一尺 魔高一丈 防盗措施 并不能真正解决盗墓问题 搏葬 才是真正有效的防盗措施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从1990年 汉阳林开展考古工作以来 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难以计数的盗洞 那么盗墓活动带来了那些无法弥补的死 诗和缺憾 明天的节目里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汉景帝的地下王朝 第十七集 文武保护之痛